用三只眼睛看世界,用第三只眼睛看美国 大家好,这里是波温看世界,我是你们的朋友波温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6日的23点左右 再过一个小时,美国一年一度的下令时即将结束 也就意味着要将现在的时间拨慢一小时,重新回到东令时间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采用下十字来计时的国家 所谓下十字又被称作为日光节约时间,英文就是Daylight Saving Time 美国将下十字时间定在每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至当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 也就是说,2021年的下令制时间是2021年3月14日的 星期日的24点正式启动 启动后,美国的金融市场的交易时间和经济数据公布的时间 都较冬令时提前一个小时 而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也就是11月6日的24点 重新回到所谓的正常时间 此时的美国东部时间与北京时间刚好相差13个小时 看来美国的下令时的确让人很费神啊 说起美国的下令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记得1918年的3月19日 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了考尔德法案 要求美国人将时钟调至标准时间 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下时日就废止了 直到196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统一时间法案 在全国统一实行了下时日 那么,实行下时日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要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实行下时日的历史吧 其实啊,早在1986年至1991年 在中国呢,也实行过全境下时日 当时,实施下时日的初衷是为了解能 但在实践中发现,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做到解能 很多企业会说时间的调整 而调整自己公司办公的时间 这样呢,就完全没有达到实施下时日的初衷 另外呢,就是由于中国的幅园辽阔,跨纬度比较大 而且呢,采用的是北京时间 因此呢,我们西部的很多地区 实际上已经等于在客观上实施了下令制 也就没有必要实行第二次下令制了 因此,下令制给各个地区所带来的好处 并不十分明显 而且呢,由于我国的人口众多 反而造成了一些地区和城市的时间混乱 最终,也就不再实施下令制了 从中国的实践中,我们看到了两个问题 一呢,就是地区的东京度问题 二呢,就是时间混乱的问题 关于地区东京度问题 其实呢,北京时间它采用的并不是来自于北京 其生产者是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通区的 中国科学院的国家寿司中心 由此可见,所谓的北京时间 其实是陕西省西安时间 既不是现在的首都北京的时间 也不是新疆的乌鲁乌齐时间 这一点呢,与美国的时间定位法完全不同 其实啊,美国国土的东西长度有4700多公里 应该说比中国的东西长度还要长 由此呢,美国将它的国土共分为六个时间段 基本上按照时区金线来进行划分 而且呢,也基本上照顾了各个州 比如东部时间,包括了大西洋沿岸及近大陆的16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代表城市呢,有华盛顿和纽约 中部时间呢,代表城市是芝加哥 三地时间,代表城市是盐湖城、丹佛 太平洋时间,包括太平洋洋岸的四个州 代表城市呢,就是旧金山和洛杉矶 另外呢,就是阿拉斯加时间和夏威夷时间 以上呢,六个时间段,各相差一个小时 美国的这个时间段划分,的确很烧脑啊 记得好多次,由于我忘了时差的关系 一早晨九点钟,就给洛杉矶的朋友打电话 我的朋友告诉我,现在我才五点钟呢 你就给我打电话,我还没起床呢 由此呢,也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美国这么多的时间,还有东令时、夏令时 可以说非常复杂,飞机呢,从这个城市 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就是不一样的时间 但是,似乎美国人并不会因此而出错 但恰恰对于我们,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时间 以前呢,推行夏令时时,上场出错 而且呢,机场火车站可以以大乱来形容 以致实行每几年就取消了夏令时 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回答成一句话吧 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时间 采用夏令时时,就会乱 而美国呢,共有六个时间 采用夏令时时,基本不乱 其中的奥秘何在呢? 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 美国有哪些让中国人感觉到十分乱的地方吧 一是,计量单位很乱 比如美国人用棒、加伦、升、鹰尺、鹰姆、 麦尔、华士、公斤等等不同的计量单位 这么复杂的计量单位 但是对美国人而言,他们不乱 比如美国人的亲属关系 不分爷爷、老爷、奶奶、姥姥 叔叔、舅舅、婶婶、阿姨 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但是对美国人而言,他们不乱 还有就是美国的节假日 他们的很多节假日 是以某月的第几个星期为准的 比如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是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总统节是二月的第二个星期一 感恩节是十一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 这些节日我从来都记不住 但是美国人很少把这些节日去乱的 记得美国的小说家 大卫华莱士在一个学院发表演讲时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两条年轻的鱼遇到一条老鱼 老鱼打招呼道 早上好,孩子们这里的水怎么样 两条年轻的鱼继续游了一会儿 终于其中一条鱼忍不住问另一条鱼 什么是水呀? 原来,鱼人生活在水中太长时间 已经不知道水是什么了 也就是说,由于公元祭年和星期祭祀 都是源于西方国家的时间规则 它们身在其中,可能会游孕有余 而我们会觉得很不适应 由此可见 时间是人类对于自己行为的一种 约定俗成和行为参照 既然是人类自己约定的 当然可以重新选择 只不过,这种约定 首先是由欧美国家定义的 而且呢,已经由来已久 改变的难度却是令人难以想象 也许,正是由于时间的这种自我定义的特点 才产生了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地区所产生的时间标准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讲 北京的时间比华盛顿的时间要早13个小时 但华盛顿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的时间比北京慢 这是一种何等意义上的人物同时观呀 在这里,作为人的认识 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唯有物的感知才会因时间的相同而相同 正如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的那样 时间是由事物创造的 不是在那里等着这些事物在时间里发挥作用 在他看来,宇宙中的很多事件都可以按顺序排列 但时间并不总是被整齐的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 显然,关于时间的定义和分类 是美国人的祖传立方 的确属于他们的特长 当然了,美国人由于各地时差的不同 加上下十字的采用 真可谓是在鸡蛋上跳舞 由此呢,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因一废实 这或许是源于美国各州相对的独立性 和每个不同区域的人的个性彰显的原因吧 他们宁愿在不适应中磨合 直至熟能生巧 也不会去轻易改变自己的初衷 直到让六段时差和下十字 成为美国时间管理上的一个特色 并确保让每一个不同地方的美国人 能够与太阳同生 与月亮同落 与自然相吻 与生态相合 记得哲学家海德格尔 在他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书中 曾写过这样一句话 时间就是此在的时间 时间是一个整体性的定义 训间是一个状态性的定义 即无数个训间状态 构成了整体的时间形态 训间包含在时间之中 时间是训间的整体 训间是时间的部分 这句话告诉我们 如果能够把时间的形态划分 与每一个训间的行为状态结合起来 或许能够激发出每个人 在自己所适应的训间内 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效 即美国本土的四个视察 和每年两次的时间调整 不正是唤醒人类智慧的一种时钟效应吗 所谓时钟效应就是指 当只有一个钟表的时候 我们能够知道确定的时间 当有两个显示不同时间的钟表时 我们却无法确定时间了 这也正好印证了之前所讲的那句话 于而生活在水中太长时间 已经不知道水是什么了 每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区域时间内 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那么美国人所采取的不同时差 和不同时令的做法 不正是将各自为政的存在主义 用规则与仔细加以规范和完善吗 由此可见 此时的此在 只是存在中的训间状态 如果非要为存在找到一个对象的话 智慧无疑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先播放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如果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也可以私信我 我将尽力给予解答 为了及时和不错过观看每一期视频的机会 再次欢迎各位订阅、转发和点赞 让我的每一期视频 都能串联起你的每一次联想 与我共同寻找智慧的光芒 出来的 加入配饭 对 再度 各个人 结束 给 第一